字幕制作 李宗盛 恭啰呛 誠行 一起光臨 恭 好 請坐下 你在偷偷跟大佳晚安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介紹我們進奏口訣的意義 當然這節課也有點抽象 需要大家提提 我也盡可能用大能夠理解的方法 來跟大家說明 沒上這節課之前 當然很多同分都會對我們的口訣很感興趣 問一下各位現在傳了幾個口訣 第一個 浩天霧神座 第二個 進餐訣 金光局有沒有傳 有些人沒有傳 金光局 沒有傳 所以你們現在只有傳 浩天霧神座 進餐訣 最後的播運祭 因為課課的安排 在這個時候就講這個 所以有一些口訣 你們還沒有傳到 那大家就誠實先了解 那事後再來 你再傳的時候 你會更有機會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 大家講的 大家講的 大家一龍 我們會講前言 然後再講口訣的功能 口訣的功能 然後第四個是講口訣的意義 包括浩天文 我們動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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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裡除天靜靜靜靜靜 花或上天梯 最後第四個是응 進作時間短的時候 你們的口訣要什麼的 Gast is the right 誠練的原則 最後結論 講情演 大家好 大家好 全都知道我們 Morning zin作屬於自然維新法 但是大家要了解,自然衛生法是指大家在静坐的時候,就是保持著四個步,江碎未碎,是絕不絕 這是四個步的動作,就是不手翹,不調小型氣,舌尖不抵不上二,後來,舌尖不抵不上二,後來,舌尖不抵不上二,然後不止走一某一處,最後要怎麼做法呢?就是保持著江碎未碎,視覺不絕,這樣的放鬆的經理狀態 大家一定會很奇怪,你看我們在静坐前面的,包括板腳,開始的板腳,然後練口訣,收腿之後練口訣,包括擴手印,摸運主器,你發覺他的動作很清楚,很明顯 這些動作呢,上座前的準備是為了要,只是為了讓我們更能夠進入到自然無為,更能夠順利圓滿到自然無為,所做的一些準備的動作 大家不要因為這樣子,大家不要因為這樣子,就誤以為說,耗聽心法是有為法,或是耗聽心法是有為法和無為法並修,不是這樣子 我們耗聽心法很清楚,講的就是自然無為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是為了這些上下座的動作,是為了要圓滿我們的自然無為 它是準備的功夫,或是下座之後,要讓你起來的一些準備而已 這是屬於前因的部分 再來呢,口訣是自修正用的 為什麼叫自修自修正呢? 早期的同分會更清楚 早期的同分呢,屍生在闖口訣之後 只有一個口訣有一個解釋,是它的意義 哪有口訣呢?就是我們摸音訣器 只有摸音訣器有講口訣的哪一句 很明顯的說明它的意義而已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們送念摸音訣器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提發念而已 你要心裡想口訣那個意義 比如說 浩蘭元氣,自華妙天 你要想 在宇宙中心前 宇宙中心的地方 有一個零氣氣下來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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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向 經過外太空 然後到內太空 內太空 就是地球的外面外太空 然後在內太空 然後最後到天門 衝冬頂 性俏 最後都是命功 然後保持若有若無不止不理 不止不理 自然運化 我的意思是說 在教這個口訣的時候就很清楚 你除了練之外 心裡還要觀想還要想 它是口訣的意義 所以師尊在傳證口訣的時候 聽清楚的說哪句哪句是什麼意思 包括歷史中的方向 都有 除了這個 其他口訣的師尊從來不做解釋 師尊不做解釋的最主要原因 是怕我們第一個 有兩個 一個是怕我們先入為主 什麼叫先入為主呢 師尊道路就是這樣 你就是這樣 你努力 追追到這樣的機器 我們知道的 我們知道的 今作 應該講 所謂的道 有各方面的層面 所謂的 我們常常講 人有人有人的道 人叫人道 你想一想 那個東有沒有東有的道 也有東有的道 甚至古代那個莊子還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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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各的道 所以說 道是各層面 各方向向的 一個人或許不得不得太一樣 所以告訴我們之後 你就先入為主 當不到你自己的體會 甚至說 黃岸自己的體會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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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在民國 82年的時候 參加 第四期高教班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 師尊尊幾乎每天都有上課 是不是上課的內容 很 多元 不像現在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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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元 包括 那時候 聖訓導讀 都是自己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上課 很 很學習 師尊常常講 他上課前 有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 上課前 上什麼內容 他都不曉得 上台之後 他就 師尊尊很特別 然後 有一次 師尊就 解釋到 可能 講道就是 形希枯木 是什麼意思 大家對形希枯木 有沒有很熟悉 形希枯木 是不是我們的 敬餐 口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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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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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ölão ごji cuomo 所以打� 會不會童来 会不会晃来晃去 你为什么不会啊 空木怎么会晃 空木就是连风吹也不会晃 如果风吹一动它已经断掉 刚开始 用空木的解释 解释很深之后 然后是话头一讲就讲到 空木会不会红春 大家知道空木红春吗 有点在台湾亚热带地方比较少 如果高山台湾也有 高山里面 高山的时候有些树 秋天的时候就叫光叶子 就是你看到树干而已 但是冬天过春天一来 树枝就开始发芽 还没发芽之前 它是比较空木红春 空木的时候好像死掉的样子 好像外表看起来死掉的样子 外表看起来死掉的样子 它是里面的生气还在 等到空木红春的时候 它虽然是外表像空木 但里面的生气还在 求你 这两个季节一步一样 同样一句话 行习棍木 第一个是像枯木一样 第二个呢 像枯木红春 不太一样对不对 然后师尊讲到这里的说 我常常讲 糟糕了 我不能再讲 师尊讲 我讲的太多了 会当爱到同位的体 所以 你如果看前师尊的资料 帮我们找结合就知道 师尊对口诀从来不再解释 那口诀的解释是 要怎么办 师尊常常讲 口诀呢 你只要 你只要讲到 你只要体会到那里 你就会知道 就自己会知道 知道 那个句的意识是什么 所以师尊说 那个金山觉 师尊从来没有讲过 也没有误过师尊 师尊也不必问 师尊说也不会讲 你公道自然 自然而然都知道 这有点像什么呢 大家知道那个宗宗主 师尊 师尊的顶道是 一气宗宗主 就是这位 我们的宵教主 一气宗宗主 他当师尊 每天门的 宗主也当师尊 教师尊进座 宗主的进座 有威法 那也有摸印气 也有主气的口诀 然后但是呢 宗宗从来上课 各方面都不讲进座 各方面都不讲进座 只要你要你上课说 问宗宗主 进座方面请 宗宗主能够讲进座 不用讲 进座不用讲 讲多人呢 妨碍到你 你自己下功夫 功夫到了 这样就知道 有点像冲冲 对 那时候的传奇咒一样 那所以呢 这口诀就是让我们自己 去体货 会 体货 当然 我们拜现在的那种 资讯的花达达 现在国大事 对对对对 你只要行行行行行 你要了解 每一个字的意识 字典都有 我们现在很方便 但是我也建议大家 不要于现在 字典的解释而已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形行枯木 如果你用字典的解释 就是形 就是我们的形 身体像枯木 形析嘛 枯木像枯木 所以就认为是这样子 后续还有不同体会 需要我们自己去 物体会 所以这口诀呢 是让我们体货 物体体 会用的 相对的这些口诀 模仰程度 也指引我们 进阶的阶段 过程 所以口诀 在我们浩丁心版 就是必备的工具 必备的 你一定进座的时候 一定要练的 口诀功能有哪些呢 口诀功能有下面三点 第一个 就是心平气和 这个功能呢 有点像什么用呢 有点像我们板脚的时候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 要板脚 板脚的时候 是不是要 要練真言 那是不是講過 我講講過對不對 你練得越多 能夠讓你心拼氣和 功能一樣 就是讓我們心拼氣和用的 意思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 我們天教的修辭方法 不是要讓大家 放下人道道三三三修道 沒有 我們鼓勵我們的同分 一面進人道一面修天道 甚至還給我們更多的指引的方向 叫先進人道再修天道 意思是說 當你人道跟天道有衝衝的時候 我們每個同分在人間奮鬥 都一定遇過這種問題 人道跟天道衝衝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抉擇 指導的標誌是 先進人道 意思是說你先去把人道處理好 人道的事情進完美了 進分了 你該做什麼做 然後你抽一點時間去修天道 把你以前或許吃完樂的時間 抽一點來修天道 先進人道 所以我們那句話講的叫 基層療成進到造 我們聽到同分呢 要以出世之心 行入之之道 意思是說我們就要人道裡面去奮鬥 但是呢 我們心裡面保持像出家 出世的那種心情 所以我們有一個同分呢 你畫面人道要忙 工作要忙 人道就幫我工作 家庭要忙 家庭要忙 有些同分呢 在教育教職 教職要忙 所以你是 在還沒打坐之前 都在忙 所謂的奮鬥 你的人道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你從一打坐 你想一想一想 從從從從從從 從煩慢的人間 要跳到打坐有一點 就進入到 一切都放下放下 一切就好像你的修齒高的 高的境界 你說你說中間 要不要叫做換換掉的 沒有那麼厲害 你說擴手印擴起來 像像 或許師尊尊 可以啦 師尊尊說 他只要擴手印擴起來 多少時間就固定了 再做了各位 那個線上的不用無腦 再做了各位 你們你們 口印擴起來的時候 多少時間可以錄定 三四分鐘還在胡思亂想 四四分鐘還在胡思亂想 師尊說他多小時間 可以錄定你知道嗎 三秒鐘 剛剛那個時間過了 是早就錄定 我們 我們還在胡思亂想 錄定過沒關係 沒有錄定過你慢慢就會知道 比如說 比如說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你或許 耗電心馬來修齒就這樣 不知不覺中 你有錄定你不不曉得 你沒有那個 你有沒有打坐的時候 有那種機會 是 突然 突然 好像睡著了 一下而已 一下而已 好像睡著 一下而已 起來 像我們 常常有那種經驗 一起來 一起來 一個小時過了 感覺好像只有 三分鐘而已 怎麼一個小時過了 很 會啦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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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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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不知不覺中 你想一想 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不 стан Jingle 不需要按摩要洗一下 你想想你很清心你会不知道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说睡着 好像不是,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耗电兴法的质疾 不知工作的情况 好, Studio 因为我们在人道忙 因为我们要到天道 的禁坐的好心 入定入境 或是进过时的状态 所以中间会有个转 就是靠你说板脚的时候 宋令子生也让你心平气和 口诀第一个功能是这个目的 也是让我们心平气和 好等一下 以后像是一样的功法 像是一样的 像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 既然是这个目的 所以在练这个口诀的时候 你要是心态呢 这个心态是要 不急 不许 意思说不要太快 你为什么不要太快 你为什么不要太快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 那个心心下来 结果你练得太快会不会心 有可能越来越来越来越 那你没有达到目的了 所以不急大家要懂 不许为什么不许呢 你也不要练得太慢 练到急 都睡早了 会不会 睡早就不是目的 睡早跟着差很远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也不要太快 有要太慢 目的是让你心 能够慢慢慢慢的静下来 这个目的 心平切人还有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要口念心念 你想一想 心里不练 能不能让你心心地下来吗 能不能让你心心地下来吗 那你就旁边放放放那个 那个录音机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手机很放 BEN 你的手机先录一遍 然后开始按一下 然后他就自己练就好了 OK 所以他的目的要让你心平平切合 所以你在练的时候 要不急不许 还要心口念心念 才慢慢的能够 达到心平平切合的那个目的 这个是一个功能 第二功能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花辉口绝的功效 我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接触到 没有 那我就继续讲 第二个是花辉口绝的功效 为什么这样子呢 比如说大家传的时候 比如说浩天或神坐好了 大家知道他的 每一句的意义 意思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但是 但是 传给你 你接到了之后 然后那个无形就会花辉功效 你虽然不晓得它有意义 但是你用心练 无形就开启它的功能 所以 你只要用心去练它 用心去练它 就会发挥它的口绝的功效 所以这个目的呢 这个目的呢 就是花辉口绝的功效 你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你要用心的训练 有心训练 你还要用心的训练 不要用口绝送步 这个是第三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是口绝能够硬心 这个应该很高进 那么的 你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修实 所以你所谓的乐子越来越高 你跟口绝就会发挥的硬心 什么叫硬心呢 口绝的意义就知道 这个时候呢 你发挥口绝的功效最强 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表示你口绝要 就会发挥的最大功效 你口绝可以行 那你要答到这样子呢 短期间不行 你说今天杀了 还没有运行 还不行 要慢慢的运行 所以必须要怎么做 你要靠平时的一点点一滴 一点点一滴的努力 所以我常常讲 修持 修行 做我们功课 要要 老实地做 老实实地 再好好好好念念 或许 或许 今天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打到运行 但是没关系 时间一九 两年 三年 四年 像我 像我 民国八十年到现在 今年刚好 三十年 慢慢的 口绝就有不同的功效 硬心的情况就越来越多 OK 好 这是 三个 口绝的功能部分 再来啊 我要讲口绝的意义 再往下 你帮我按好了 因为我按这里 效果不好 那个 会 怕那个 线 网络上 会 好 口绝的功 的意义 再往下 下一页 下一页 好 阿丁问神说 OK 阿丁问神说 你帮我放一下 片片 我们先来听 师尊的一段 声音 好 然后我们再来 再来 看他 套顶神说的 一些意义 是什么 吴声音 我生人者 可遇着 不能用粉丝写出来的 十二个诗,五诗,第一诗,第五诗,每诗三个诗,第二诗,第三诗,第四诗,每诗两个诗,所以写不五诗,何诗,十二个诗 我们在心中一起,必须要你可以避免邪魔外道引领来改造 一代因为十四个诗,五诗,九诗,妖魔鬼怪,到此作伤 所以使得我们学道人感觉得很困扰 所以我们本教特别使得我们心中五诗,会增强他的帮位的力量 在世纪大弱的世界,也无声容罪,声音不必太大 下一诗,这个音不可塞,我要更热一点 世纪也不必声音太大,总体是无声容罪,真是可热 第一诗,你们听我的声音太大,轰,轰,轰是呆立的声音,呆立的起来 鼻音,第一句是鼻子的音,嘴巴要闭起,呆立的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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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立的 哭 刺婴 第三句嘴巴张开了 哭了 哭了 也不是嘴巴张开了 因为第二句嘴巴起来压着刺婴 第三句嘴巴就张开了 第四句,神句同第三句一样,乌拉,乌拉,第五句,一百开一百比,巴扎空,巴扎空, 第五句,神句一字带地的兵,我把五句列起来,一,踏,空,一,乌拉,乌拉,巴扎空, 一,踏,空,一,踏,空,一,乌拉,乌拉,巴扎空, 一,踏,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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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踏,空 二 師尊 三 三 上帝 選一的舉手 手機的舉手 沒有 選二的師尊的舉手 有人舉手 我們有去大膽舉手 選三的上帝的舉手 OK 標準答案 三 上帝 早期的同分會更清楚 早期那個 點到的意思完最後 擴卸上帝 那時候很清楚 就講 好 上帝傳授 浩丁布神仲是上帝傳的 第二個 浩丁布神仲是上帝傳的 他的墓地做什麼 保護對不對 他保護 所以有講說 現在 甘不果然作稅很多 因為你們打坐會有清光 但是呢 你會把他打坐的時候 防 你的心理的防衛 是降到最低的 為什麼 你是保著 水位視覺不覺 你有沒有內心 有那個防衛的心 沒有 但是啊 你這樣 你這樣 讓我預計說 有時候 有時候 晶光上陷 會有晶光出來 所以外面會怪怪 會 會像 到保 一樣 要從你這邊到保 所以要有一些防護的方法 師仁 師仁就講說 修道人困擾對不對 上帝給我們這個 浩丁布神仲 做 防 防 用 用 防 用 好 好 第二個問題 請問大家 既然保護用 越大聲越好 越小聲越好 選大聲的舉手 有人舉手 有人點頭 第二個 選小 越小聲的舉手 剛才師傅就講 越小聲越好 如果你要講原音 單純純 因為呢 防物要摸鬼怪 靠你的聲音嗎 這個問題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說 比如說 比如說 各位 是不是要 點箱 就是 就是要打出之前 要通知 所謂的監護通知 還有過往省美 省美的加持 對不對 保護加持 請問你 你怎麼通通你的監護通知 打手機 打電報 都不行啊 因為那是無息 所以呢 有行動無息 以前有一個很大的橋樑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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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就是 有人類以來修持的 最後的一個看法 就是中間有一管道 就是用香來 來通知 通知無心結界 第二個管道就是用你的心念 你的心 所以你要耗洞神週 要發揮他的風效 就是你越靜心越好 你越靜心 你自然練就會越小聲 然後你的聲波 你的聲波傳播的 會越來越大 反而比較大一點 好 在弊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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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 既然越小聲越好 越好對不對 所以 我能不能練 浩天 護身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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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練到沒有出生 心裡練就好 我心裡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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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可以的舉手 越小聲越喊 對對對 所以 所以 都沒有沒有聲音 心裡練就好了 認為越小聲 當沒有聲 嘴巴都不動 靠心裡練就好了 舉手一下 還是說 你要練到越小聲 像默練一樣 默練到自己能夠聽得到 知道我有在練 嘴巴有在動 這樣舉手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發覺 你沒發覺 所以剛才念這個口訣的時候 除了各位要注意他的發音之外 還有是不是要注意他的發音的方法 對不對 你說那個 依依 依依 牙齒要閉起來 還是牙齒上 我牙齒上可以練 依依 我牙齒上可以練 能不能練依依 依啊 可以啊 但是這樣練標準嗎 對嗎 不行 對不對 所以說 牙齒要閉起來 發那個 依依 依依 牙齒要閉起來 依依 對啦 比如說那個 你練 你練 平常要練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叔叔說這樣不行 叔叔說這樣不行 練那個 要怎麼練 單田花音 然後呢 鼻子要閉起來 所以 哄 鼻音 叔叔曾經 曾經在美國有教練老奉 所以你怎麼 檢驗那個 哄 你發的真音 對還不對的方法 很單純 他說 田徑放在你的鼻樑上 看你的鼻子會不會震動 鼻子會震動 就是對的 如果鼻子不震動 再練習 OK哦 所以你知道 這個口訣呢 不是你只有注意聲音就好 注意聲音可不可以 還不行 或許 我記得體會 這個口訣 跟 你的 生前前的結局 過了一些一些 關係 他的口訣 共從內內 因為 你不可以 不能只有 心裡念念 因為你如果心裡念念 有沒有發出一聲音 牙齒閉起來 沒有對不對 心裡念念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不行 你要 最小聲 念到 你只有聽到自己的聲音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 這樣 這樣可以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沒有幫我重複 如果需要的話 本來 有人不知道 就哪去 反而影響 同時分的 所以不建議大家在網路上 或許可以跟 服訊人員去生 但是 這個口訣千萬不要流出去 網路上放 好 下一頁 這號天夫神做的部分 這號天夫神做的部分 好 這號天夫神做的部分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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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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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張 詔 proposition Countless 一個 漢 把它 維 皆さん 10.0高大太空 再下一頁 這口拳非常重要 時尊曾經講過 我們所有的靜作恐拳有三個主角 不管什麼原因都一定會有練的 不管什麼原因都一定會有練的 第四是浩天不沈重 第四是靜山群 第三是默韻起起 時尊特別重視靜山群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靜山群 再往下一頁 因為 它是指引我們靜靜的 靜靜的不靜 為什麼這樣講呢? 靜靜是相對性的 不是絕對性的 不是絕對 這樣就叫靜 不是 它是相對性的 我為了讓它 能夠更深入的體會 所以我有不同角度來說明 叫相對性的 比如說 現在有畫畫比賽 有那個書畫畫比賽 畫畫比賽呢 有兩句話 那個體育是靜 安靜的靜 有兩句話呢 他的畫功 畫功都一樣的強 非常非常棒 都是一流一流一集一集的 那對有人畫靜靜 畫靜靜就是說 那個畫所展現出來的一季靜 那有兩句話 大家都是評審委員 在座評審委員 等一下請大家 投票表表決的 第一句話呢 畫的是沒有人的吸頭 不是有人 有人的吸頭 用不進 吵死了對不對 有人的畫 沒有人的吸頭 畫靜的畫的 在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那個 你甚至都可以 感覺那個 可以聽到那個 那個 從叫你的聲音 讓你看到那個 那一幅畫 就覺得很安靜 第二幅畫呢 畫的是什麼 畫了一個 大的瀑布 瀑布旁邊 上來旁邊 長了一棵小松樹 松樹上面 組了一個鳥槽 鳥槽上面 有一隻小腦 在那邊睡覺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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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各位評審員 投票給 第一名的 應該是第五話的舉手一下 投票給第二名的舉手 我其他没有意见 我描述了不过清楚吗 我再讲一次 我再换一个方法 如果从一静而言 我再讲一个方法 各位刚刚史学打坐 外面如果很吵很吵得下去吗 可以哦 但是你功务很强才可以 刚刚史学打坐 外面如果是一吵就受不了你 好吵 比如说你不相信 我讲几个例子给你听 刚刚史的时候 下座的时候 搓手声音很大声 在这儿有没有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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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讲 搓手声音真的很大声吗 没有对对 工务做到一段时间之后 后许 我们到高铁站去打坐 台铁站去打坐 都可以坐 都可以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进坐慢慢的 你的体会生了 对 进进的体就不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那时候在成大 那种例子 我之前有介绍过 我以前在成大 我在成大 中的时候就常常提交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 设窝 那我们都有一个 进进坐 每个礼拜都要打坐 我们做 我是进进坐 那还做的呢 除了同分之外 有很多都不是同分 进坐完坐完坐都会影响研讨 那有一个同学 他还不是同分 他就跟 我那时候 进坐部长 那是带进坐 他就问学长 他说 他说 我们打坐完了 然后再检讨 他讲 他说 那个设窝 就是在打坐 那个 那个 始终很常吵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 始终很常吵 他说 打坐 然后 吵死 他说 学长 下次那个 打坐 能不能把始终很难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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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来的 我刚才就跟他说 你没有发觉 你刚 你刚 去打坐的 刚才当时 你刚才当时 你有没有听到 始终的声音 他说 我说 那个始终一直在那边 都没有保调过 不是说 我今天故意放去了 表示 你以前打坐 的时候 那个始终都还在 那你想一想一想一 你有没有想到 以前呢 那个始终呢 你没有听到 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也有信心 是不是代表你 静坐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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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阶了 所以 所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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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刚才 刚才 时钟 对不对 或许 在过一段时间 进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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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时间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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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会影响到 你 你又忘记 他了 有没有可能 他说 他说 学长 有可能 不要 面对 这个 这个 破看看 一样的 你看 我用三个不同的面向 来跟公国 在这 我一讲 讲 从 第五话 第五话是禁 他们要说也是禁 什么什么 像 像 狗的人 他需要一个外表的 臨近 带动内内的臨近 万言不要吵呢 比如说你高烧山 登高望远 对不对 你就 放怀人间的事情一样 那个 那个 环境 或许会影响到 我们 心心 刚才 刚才 这样子没有 错 所以 第二话 也是 第二话呢 代表什么 代表 代表 对自己的内心 越来越来越 所以代表 外面的静 外面的吵闹 会影响到 所以我要 讲说 或许会 这段时间 我们到 那个高铁 台铁去打坐 高铁 台铁 去打坐 或者说到那个火车 或者高铁的影响 再讲你的笑话 对不对 不要在家里 家里 打坐 你知道 他会 叫你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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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会到哪里 看你会到哪里 你就认识到哪里 那那 因为他要觉得 那到底 我要往哪边走 那个方向向是不是 死亡八方先离 OK OK 近餐 在 在 一一一一 近近 的那个近近 一常的路到 最高的近界之后 他知道知道 你要往方向去体会 所以三三卷 直赢 我们近近 那种 所以你看到 行西空空 或是讲的就是 我们 我们那个 生身体上 不是有先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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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容的部分就需要大家自须提正正 用正方向来说明这近浄缺的工人 再往下 再往下 各位传的时候 应该不会有这个知识 在解释的时候会有这个东西 内向金光光局 叫天地玄装 幻气跟广修一级正通通 三间内外回到独尊 零有金光光 呼应无声 世之不见 听之不闻 包容万象 养育勤生生 宋子万变 生有光明 三界四位 五弟 四位 万神朝礼 我要善荡荡 金怪无喜 金光书现 呼真 这个呢 这个自恋无无 不要恋王 他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那个妖魔不怪呢 不要靠人 靠你边边 远一点 所以叫无形 不要再把他杀死 不一定是这样子 对的 希望他们开而已 好 那在传染的时候 会有这个 直丑银银卯 成 成 四 五 无 你发觉 然后又回到 直丑银卯 成 然后又回到 直丑银卯 成 四 五 无 道 子 这个呢 后面呢 是代表他在解释 他的意义 金光书现 公人在做什么 就是这句话 叫金光书现 无真 人 他的目的地 也是在保护你 他保护的靠什么 靠 金光 你也发觉 那口诀是上帝式的 然后那口诀呢 那口诀会跟身体 或是发生一些 共振 然后从你 哇哇 这是保护的作用 他的保护呢 就是就是 让你的金光光 加加成 加成 好 好 行程 在外表 来来 希望呢 希望呢 不要离你 离你远一点 不要靠近 也是保护用的 好 那金光工人在什么 你也发觉 只丑一某乘四五五 然后二二二二十四 这几个 这一二三十五六七 这七个呢 有什么共同的特质 这个特质是 它只会阳阳气增加 不会减少 不会减少 所以阳气开始开始长生 对不对 阳是长生 再增加 再增加 像这个阳气增加 阴气就减少 阳气增加 到了五呢 阳极而一而生 意思是说阳到了几点了 那时候完全没有阳到几点了 但是再往下呢 阴一秀成生 好 你把阳气当成金光光 当成金光光 所以它意思是说 你的阳气光光 不断的再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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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点的时候 会不会再往下降 不会 再来呢 一样子再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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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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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讲至少三次增浮 就是这个意思 它代表 金光光会增加 不会减少 我刚刚就讲 它的目的就是 用金光光 自解决金光光 它增增浮 然后来保护你 所以你当然 你的金光越强 保护力就越强 相对的 所以它呢 又称为植武绝 你看哦 它是不是又植到武 叫植武绝 又称为 三光归武 什么叫三光归武呢 你看哦 这五的时候是不是有金光 下面一个五呢 深有光明 再下面一个五呢 金光出现 所以它又称为 张光归到武 三光归 绝绝 或是要植武绝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大家知道 金光绝 做什么 保护用 它保护人 智晶汪 不断的增加 来保护 好 好 再往下 我要留一点时间 跟那样互动 再往下 再往下 再讲过 再往下 好 再来一个就是 化身莲花剂 这个大家 大家传 这化的莲花剂 是莲花莲化 化晃谷流芳 青香扑鼻 浩妙无穷 为师唯有 道在其中 还原本天能大同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生存这口诀呢 有一个背景 大家知道 我们那个游游 MBA官儿是在夏天 那是他说 他 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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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中 做 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帮 在 在 也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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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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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 中午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很热 对不对 然后你送告完之后 打坐是大家满身大汗 所以你进光电 就会不会臭气 冲天 就是汗臭味 孙孫有几只记忆说 怎么看汉抽味怎么重 所以师兄就讲 开始传 化森林花 希望降低汉抽味 再往下 降低汉抽味代表什么意思 降低汉抽味代表 你这个人所谓大作的 有一个专有名字叫 叫通关洗水 就是你这个身体 污渎都洗掉了 通关洗水 都是好的 所以或许人家留出来看你错 那个古代那样圆女 那个香香的味道 就至少不会错 至少不会错 所以你就知道 化生莲花 第一个目的是协助你这个落体的修炼 能够赶快的进入通关系随随 第二个呢 化生莲花也有一个目的 也有一个功能 它就是帮助你修炼 我们都知道灵界 它有一个地几天 天界 天界的形成就是那天的光能 热能的能量 你把它假设 假如是1000度的话 第四天天变成1500度 那你要跨到那一界就要突破 你要能够感应到 就是能够吸引到那个人间 所以你就看传统的佛像 先佛他们脚底下的 或是做的都是什么 都是莲花 就是靠莲花来做钻戒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化生莲花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灵体 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在下一页 所以简单讲 化生莲花的目的做什么 它就希望我们做实的改变 这个改变有点像我们在用改变体质 这改变体质是什么 改变了灵体 还有改变了肉体的体质 所以化生莲花的功能 再往下不下 最后一个要讲的是上天梯 上天梯 当然没有传 应该是2月份的时候会传 上天梯 大家看一下 浩然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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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常常 千古修念 变化重 成真世界 恰快光光光 胎神中 直达成 直达成 强求 直达成 进入上宫 好 这样一下 上天梯 师在传的时候 也有他的变在 那时候 为什么传这个可能 那时候 大家回想 老童们才会知道 如果你看教师就知道 我们天教父心最主要原因是三期末节 那三期末节书也有解释 就是核子战争的战争 核子战争的战争 核子战争的战争 从我们资料 报告书中就知道说 除了肉体会会毁坏 还有灵体也会完全的消灭 灵体也会毁坏 所以如果化身三期末节 我们不代讲的 我们常讲的 就就就就不辞 立立了 这一年后又是一条好汗 没关系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汗 为什么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我虽然死掉了 但是我再投胎 再投胎整四 这一年后就成林了 二十年后又成林了 二十六罐 成年后又是一条好汗 但是呢 如果没有化身核战 这句话是 是很可能的 ok的 但是如果化身核弹 包括菱体太优秀 会毁坏 都会消失 所以这句话 存在 那时候 夏夜 所以那時候呢 剛才是 我們天下剛復興的時候 尤其是甲子林的時候 時尊認為合戰 包括無性有型的訊息 都是這樣認為 合戰會爆發 和尚會整身 所以時尊會讓同分 雖然合戰爆發了 但... 沒有成功 還有一個方法 讓你們爬超過 那個同程 從上天天地的目的做什麼 上天天地的目的做什麼呢 就是希望我們 雖然還沒有修煉 還沒有修煉完成 就是你傳了這個口訣之後 如果不小心 發生意外 尤其合戰的時候 你的靈體還能夠離開這個屯層層 不會受影響 所以你在練這個口訣的時候 就希望口訣你能夠跟它層層 很大大等輕合力 不要人家齁 那個上天天地是好幾層 又寬又好爬 你的上天天地 結果沒有修煉師很窄 爬起來就不舒服 跟它產生那個最大的輕合力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呢 藉由它來提升我們靈體的修煉 這個就是唱練整理 下一個 最後 練念口訣 時間短的時候 練念 因為這個 每一次的靜坐 在問答的時候同一提到 因為我剛才講的 你們同分都是修到 一面生模 一面修到 一面就緊就緊 所以人道很忙 你常常的靜坐時間短短 那我們口訣又多 如果要練口訣 有些人練下來都已經十分鐘超過了 那時間很短怎麼辦 這有兩個原則 這有兩個原則 師兄曾經講過的讓大家就要參考考 第一個是 師兄曾經講說 一定要練的口訣 有哪些 我剛才提到的 第二個口訣是 浩天之神咒一定要練 第二個是 進餐絕一定要練 第三個是 默韻祝氣一定要練 所以如果你時間很短短 你就考慮至少練這三口訣 這是師兄曾經講過的 第二個原則 再往下 第二個原則 師兄曾經講過 你也有一種方法 沒有口訣練一遍就好 你每一個口訣 你考慮練一遍就好 這是師兄曾經講的 這兩個原則 如果我個人 我會建議各位才 第二個原則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就講 口訣有功能 第二功能是 發揮口訣的功效 你雖然不曉得它的意義 但是你只要練 就能夠無心中 提出它的功效再 那你如果沒有練 就可惜了 比如說你沒有練金光局 你就少一個保護 少一個讓你的金光 能夠增增的機會 如果你沒有練花生年花 你也少了一個 讓你改變體質 改變靈子的機會 所以 我會建議各位 用師尊的第二個原則 沒有口訣練一遍就好 講到這裡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問題 沒有 OK 他的問題是說 靜宗的口訣呢 除了這幾個之外 還沒有其他口訣 跟各位講 早期的時候 那時候師尊也會要同分練的口訣 比較多 包括早期 正中時期 前幾期的時候 曾經有過 師尊也要同分練過 裕皇行義妙經 我常聽到同分 最多的就是裕皇行義妙經 但是後來 就沒有人 那個先修之後 就沒有要求 別要練這個口訣 所以呢 對我們而言 後來同分而言 就與師尊的幾個口訣 事實上你如果了解越多越多 你會發覺這幾個口訣也夠用了 你看你看包括保護兩個保護 然後還有那個改變肉體靈體的 直到我們靜靜做的那個靜靜的原則 然後還有那個提升我們的靈體 靈體靈體的改變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你有發覺這幾個口訣都是跟修煉玩 我們本身的修煉玩 其他的口訣有沒有 但是口訣都不是跟 靜靜修煉玩的 比如說以後各位最後傳法計�不是故訣 證лом 在黃棕見 55天再找 mechanical 這是甚麼是否法計 法計 法計用的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 只針對靜靜做的口訣而已 所以就是就是傳到自己 那一樣的 如果老同位假如我們以前有練印王虛妙經 因為早期有不同的因緣 所以有要求練,那一期就繼續練 對我們而言,是真的沒有要求要練印王虛妙經 所以就不用 各位還有其他問題 但是我們會有更多的因緣 所以我們會有更多的因緣 而我們會有更多的因緣 那些是要練出來的 不用 在那樣的傳統,你會帶你練 就練 浩蘭正氣,氣管從黃 新興古修煉,變化從成 不是不是不是那一個津光局不是這樣津光局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以使練的方法為主 後面的線上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各教育的線上的 目前沒有 好,再做的 給時間再做的多一點 現場的有沒有還有其他的 有關靜坐也沒關係 不妙是可以拍視野 我剛才想說 所謂的外面卷痕也是這樣子 各位慢慢的 叫你們越來越生母的話 那個 已經師母就那個 度因的大法 後來師母 正道之後 還沒正道就把這個天命交給習 所以從衛生先生開始 然後光照先生開始 現在到光照先生 他就所席 就有這個 他們每月的初一十五 上逃出時 都那麼少 需要他的按進口 anal一點 缺頭的破甲 缺腳的破甲 是沒有錯 是這樣的 但是回後回來 回過來聽我這樣說 化生蓮花 幫助我們的肉體 還都是靈體 剛才的一種改變體質 就是一樣功能轄 有这种功能在 那我们呢 我们修炼呢 是靠我们自己 那个 那个 那是化身理化是一宗主传的 无形是一宗主是给我们的 当然有一次是所习传 无家一宗主 那个目的来之后 他就在我们 就在你在打坐的时候 这样形势我们 我刚刚就讲 零体还有落体 落体还有零体 所以你不能只有 不能只有看只有落体 还有包括心体 就是有他这个讲库的功能站在 台北的彤彤 有问题 来 台北请说 那个年纪太老 教育不懂不懂 练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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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可以再说一遍吗 年纪太老 练台语 练台语 还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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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年纪太大 练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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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条件には 一遍 这比例交出达 否则 笔 今天 BECUFO 說 银 甚至于 有因意义跟口意义 就是他们三字本的他们两种 有读好不说 静光局 对不起 静餐觉 也有练起来跟我们一样的 你听到行行苦苦 生息周周 生息友 还去流风 还有一种练法呢 是用他们的日本的形式 什么意思去练的 所以两种左右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口诀是可以的 有些口诀是不行的 从静座来讲 他偏偏问神座 大概也没有口语 台语口语 静光局 静餐觉 静餐觉 日本也有口语 也有音译 静光局也有 化生莲花也有 莫印族器也有 所以如果 如果用静座的这几个 是可以 不想要遇到 有大问题 但是我要讲的是 那就是 很多同分会讲说 我老了 我老了 没有帮我背 老了 没帮我背 我跟乖恩贵讲 我们有很多同分 有这种例子在 你也不要担心 你老了 对不起 你落朽了 慢慢自己就起来 你现在开始 你很难背 所以你就带 带那个小套上去 没问题 那你只要 只要久了 很奇怪 你自己就会 你自己就会 被起来 很奇怪 我们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 那个花蓮 有一个同个笨笨 那个如果花蓮 花蓮 有在线上 就很清楚 有一个叫拜 拜 途 早期了 那个 那个 敏之辈的 然后他刚刚第一次要报名的时候 是同意 要他去练告 多少声才允许他参加 正中间的八人 然后后来 他那个 不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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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用用用他听 然后他听听听听听到就都会练 不只不只可绝 所以宗教修准就很特别 宗教修准就很特别 你只要就是 或许不是只有你 人间在练 如果你相信还有形的话 或许包括你的无形界 也很多的协助帮助 所以还去那句话 用心练就好 有心用心训练 慢慢的 你自己就会很熟悉 刚开始没关系 小超败者 时间到了 我们节课就告这边 可以吗 起立